常見的臺灣小吃 藕仔煎 北中南的口味真的有差這麼大嗎 中國旅客到臺灣吃到的是加豆芽菜的藕仔煎 感到非常驚訝 仔細了解之後才發現 北部常見的是加手白菜 而中部呢 則是會有機會加空心菜 南臺灣則是豆芽菜居多 大顆鵝仔放上煎台 自自身讓人口水都要流下來 再打顆蛋放入小白菜 一道鵝仔煎熱騰騰出爐 加起鵝仔和小白菜 公民美食很多人愛吃 不過你有注意 裡面加的菜竟然會隨地區有不同 中國網友發文來臺灣吃到加豆芽菜的鵝仔煎 讓他直呼好奇怪 臺灣人真的會加豆芽菜嗎 底下釣出內行人回答 原來鵝仔煎加什麼菜會隨地區不同 北部加小白菜 中部有人加空心菜 南部則是豆芽菜居多 很久以前的話就是用銅耗菜 銅耗菜是味道比較和 現在是用白菜 白菜也是很好吃 南部好像一般都有的會放豆芽 就感覺味道比較不和 台北鵝仔煎老闆說 以前還會加銅耗 現在都是小白菜 清脆口感和鵝仔煎很搭 台中鵝仔煎則加入大把空心菜 吃起來口感雜實又酥脆 是不少台中人從小吃到大的口味 從我爺爺做的時候就是加空心菜 青菜有差異 醬的口味也不同 鵝仔煎淋的統稱海山醬 南部會加入番茄醬 顏色紅 口味偏甜 北部則用醬油膏呈現咖啡色 空心菜吃起來應該會比較脆吧 感覺比較脆 我們知道北部都是傳統的就是白菜 小白菜 可以試試看啊 豆芽菜可以試試看啊 一個鵝仔煎多種配菜 民眾直呼好訝異 南北口味不同 喜好也不一樣 下次到未縣市旅遊 不妨嘗嘗不同滋味鵝仔煎 記者盧俊明 葉宣傑 中部中心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